男人在婚姻里面常呈现的是 无脑的生物状态 无可叫化的地步 为什么这样讲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讲的 把男生或者是女生 就是把它想成是可以沟通的 那实际上我们女生结婚之后 才是真正发现到 就是说男生会因为各种状态 变得无法沟通 那其实就是很像那种无脑生物 比如说你说有问题 你也要沟通 你跟他讲 可是他就装成没听到 他不理你 或者是说 多数的男人不喜欢沟通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生物性 因为女生很喜欢在有问题爆发的时候 就开始咋咋念 一直讲 可是男生那个瞬间 其实他也不一定是不解决 但是他就是没有要理你 对 然后所以你说男性可不可以因为这些 然后你说你那时候再拿出婚前协议 你说你那时候跟我说要怎么样 其实人家说不听走人就是走人 所以我这里真的要帮男生说话 所以我们有后面的保障啊 走人的时候我分到该分的 我走的比较甘心啊 对不对 我觉得男人在婚姻里 我有一个想法是他们有他们的弱势 因为你说我们讲家务 我们应该平均分摊嘛 可是现在的女生 不知道什么事 你们怎么都没有人鼓掌啊 因为就真的 男生在家室里面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是因为从小的教养啊 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女儿 儿子可是妈妈就说 女儿去洗碗 女儿去切水果 儿子没有机会练习 所以劳动其实是一种习惯 所以当这个习惯没有养成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弱势 就是个无能无脑的状态 沟通也是 女人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说了嘛 女人其实比男人善于 年结沟通分享 男人是弱势 所以婚姻如果没有办法看到差异 只要求平等 问题会非常的多 我觉得你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向尾是 食指不沾阳春水 从来不做家食 你讲这句话好想做 可是我现在碰到 我现在碰到这个太太之后 他说他煮饭 那我不会煮饭 我洗碗 你会被训练 洗碗碗来他会来检查 你看 这要油油 所以你这要再用洗劫精 然后再用水枪 要用手 手去抹 抹到这样沉沉 这样才是有清空 所以这是可以教的 这是因为你老婆有内在空间 他可以容许你做不好 所以很多夫妻之间老婆 其实会嫌老公说 你为什么做不好带小孩也是哦 老公带小孩 你看网路其实有一些搞笑的照片 就是老公用脚推 推摇篮 自己在那边打电动 你能不能容许男人用他的方式带小孩 而不是怪他说他不带小孩 也就是这是有差异的 对 就我刚刚很想打断苦林大哥 可是基于敬老真贤就不敢 然后因为呢 因为我每次听到苦林大哥在讲说 他对他现在的这个老婆怎么样 比如说以前是不持之手 不能沾水 然后现在是都有去帮忙洗碗 其实我第一个大问题是说 为什么现在做得到 那你当初对第一任老婆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那我这样不是在讲说苦林大哥不对 而是说 所以我感觉到真正的男女问题是 因为婚姻太长 你长到你很累 你没有办法一直遵循 我其实现在就是只想要坐在电视机 前面看电视 不想要帮老婆 难道不行吗 不行 可是我们婚姻中又有一个 再插个话 我觉得我们都一直用帮老婆 为什么是帮老婆 对不对 就是说可是我们另外有一个就是 压力就是说 其实真实我看到的问题是因为 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生 我们婚前各自住也就算了 一旦住在一起之后 我的生活变成 期望对方 照我想要的生活模式去做了嘛 可是你如果不讨论 就是这样子的话 变成也没办法继续生活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点 可是我还是比较 不喜欢生活压力啦 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 假如他角色兑换 一个男生来跟我讲说 他想要老婆每天帮他煮饭 然后如果不煮饭 他就怎样怎样 其实这样的男生我也不想嫁 对所以我觉得 比较建议的是说 其实不用那么自视 而是保留空间 我都建议 像我太太很喜欢煮饭 我都建议 尽量建议他不要煮 我说我们去外面买回来吃就好 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洗碗 我是觉得 我承认男人真的 整个而言 就是比女人低等的 所以我可以再尖锐一下 就是说我一直想要问的是说 为什么对第二个老婆 你可以 对第一个就不行了 因为他没有要求 对我觉得做太太的要 因为也习惯了 所以没有勇于要求 先生该进的责任 我觉得很多太太 甚至年轻的都还有那种贤妻良母 增后群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老婆 我就应该把事情 你看我们一群男女 夫妻这样聚会 聚会完吃着背盘囊急 要走了 要收了 站起来 所有的女生去收东西 去洗 所有的男生坐在那边 继续聊 你看这是 整个社会造成 所以我们男人也是受害者 我们也是尽量在 在悔改中 其实我觉得应该 像我认为现在 我站从那个 黄医师讲说 男人会变成无脑状态 因为一结婚之后 其实往往重心 不会在婚姻跟太太上 我坦白讲 有时候会这样 但造成说 有时候不如我们预期 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个大男人 也就是说 所有事情 你就要去观察 太太是什么状态 就好像你今天 在经营一件企业一样 你在经营公司以后 经营很好 会赚钱 为什么你经营 你为什么不去经营你家庭 把他家庭做得很幸福呢 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提取自己 我要变大男人 大男的意思是说 我看太太 并不是 我坦白讲 就是说 我不会喜欢做家事 所以我跟 那时候我太太就知道 她想要做家庭主妇 我想要 娶个家庭主妇 所以我 我跟她很合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不希望娶一个 女强人 对 我比较喜欢 不是说不希望 我比较喜欢有一个家庭主妇 的太太 所以她也希望说 我最好喜欢 刚刚好我们就没娶 那所以我就认为说 我现在就要跟她一起 一起来 我讲一下 我觉得啦 婚姻应该是说两个人 那个白纸黑字是不是有必要 那至少你们要有一个共识 我们要走入婚姻的时候 事情是可以协商的 对 要 而且是彼此尊重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把对方的付出 当成理所当 没错 而且男人要勇敢的承担 不把对方 我同意这个 就变成说你是一个 你是家庭的主控者 可是我们男人往往 就举起来变无脑 就是她讲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我不先 事先看看小孩状况或什么 反而是老婆叫你 那我就这样 指令一直来 为什么指令她 应该是我们指令她 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 也就是我们要先发动这个照顾权 而不是被要求 我是在买